近期 南北加州最大的两个城市 对于州长纽森的清理游民营地行政令 态度截然不同 相较于洛杉矶县城委员会 周二表态 坚持现有政策 旧金山决定 推出新政策 对不肯离开的游民先警告 再发船票 最后实施逮捕等处罚 旧金山市长办公室表示 会继续为游民提供庇护所和服务 同时会努力防止小营地扩大 并防止游民返回清理好的营地 根据城市统计 2024年1月 旧金山有8000多名游民 但只有4000个可用的庇护床位 至于洛杉矶 2024年1月约有4.5万个无家可归者 床位只有1.6万个 目前 包括洛杉矶市长巴斯 顺河西市长马汉都已经公开表态 认为应该通过增加住房 来解决游民危机 新讨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综合报道 7月9日